啊 叫我七里走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到五点十分 你看 天都没亮 今天我们上山去摘樱桃 天气一波报道 今天九点钟又有雨 赶紧上山去挑收一点 没找大樱桃 出发 一开又热烧散又磨 自如烂卖的地位啊 时间在赛跑啊 沙米托大樱桃也可以采摘了 沙米托大樱桃也可以采摘了 这个没有裂果 这个果为什么不裂 也不知道为什么 非常好 没做啊 没做 没做大樱桃 你看这上面的有裂口的 但是这个裂口的不多 已经裂成黑色了 沙米托大樱桃也可以采摘了 今天我们还是先采摘 没走大樱桃 没走大樱桃都变成黑色了 这个虽然有裂口 但是这个裂口的特别少 特别少 也是进行挑选 看到没有 你看这还是裂口特别多 这个品种它不怎么裂果 但是因为这个上面没有树要遮挡 你看 这个大家放心我们会把这样的挑出来 这些树小摘起来快 穿地点树太大了摘起来特别满 山上的樱桃它 光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更大 这个品种本身它属于虫田口感 这个果实的口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硬度糕 吃起来是脆甜的 而且是虫田的 长到这个颜色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甜 看 这有黑的脸扣 那脸扣回去挑 再挑就要艳 再黑色有脸扣 你看 没灶啊 没灶 没灶就这活口 这个樱桃 它要硬度有硬度 要颜色有颜色 要口感有口感 它属于 大樱桃里面的高端品质 就是大家俗称吃离子的东西 再来往这个活动 今天要走山路 你听这雨啊 本来天气过9点有雨 现在才6点钟就已经开始下雨了 今天上山的人都很爽 现在又不下雨了 我们现在是喝时间在赛跑 还是没做好啊 只有结育 结育的没做你还是 它里还是有腰子的 你看 你看 你看我的鹅巴大樱桃 前面还晒熟的 晒熟以后你看 这不是鸟吃过的 这边直接发粘回缩了 看到没有 这是因为没有 没有遮挡 你看 再晒了半个鹅巴大樱桃 给大家摘一颗好的看一下啊 俄罗斯8号 这个是现在目前市面上卖的樱桃里面 价格最贵的 哇 这个头大 吃起来美得很 看我这没走 都没来得及输一下骨 这一棵是晒熟了的 哎 看热营桃人的心情马上 有点好了 好了不少 这里又发现了 一十五个巴 你看这几棵没走大不大 再看看底部 一棵都发不了 你看 哇 这两棵黑色的大 这一棵颜色有点淡了 又开始下大雨了 我们赶紧把樱桃转移出去啊 用我们的带子给它盖住 又摘不了了 回吧 嗯 这个鱼翘的 又是另外一棵 今天的采摘工作 马上就结束了 因为鱼又来了 我们去下面这个地里 有几颗红灯给他摘了 山上的这个就比红灯比川地的晚了晚 红灯晚一点 鱼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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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开始不下了 看我这一棵樱桃 迷你型鱼桃 哇 这好硬啊 这改天做不过二物的 哎呦你谁的铺怎么卖的 我得卖了 越下越大 这些是没有铺银的 他没走 菲菲 鹅巴大樱桃 吃起来看你的嘴大还是这个樱桃大 甜不甜 鹅巴吃一口不好 甜不甜 今天终于可以吃一碗面条了 美来的面条 太多料了再叫不过 前后又表现看里面 咸咸 咸咸 樱桃皇后没走大樱桃 发货了今天下雨了 总能发 八十箱 你看里面还有几十箱 要替' 给他报出来发货 嗯 直接听就对了 这个斜路 路